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 第1882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圣职大会 来自厌护圣圣圣广场会议中心 这场会议转播到世界各地数以千计的会堂 这场大会的音乐是由 由 他州奥格登地区的麦基西德胜识班提供 教会总会会长团第二支理迪达乌希特会长主持今晚的胜识大会 各位兄弟欢迎你们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82周年下半年度总会大会的圣职大会 当马盲宣会长主持主领这场大会 他指派我主持这场大会 这场大会将会透过卫星转播到世界各地多国家的胜职持有人 这场音乐是由尤他州奥格登地区的麦基西德胜识兄弟所组成的唱识班提供 音乐指挥是史提昆史葛杰和德瑞克霍赤安德烈 恩华斯负责管风琴 唱识班将会献唱赞美上主全能真神来开始这场大会 之后刚刚在今天下午卸任的七十元第一定下组 杰衣简心长老将为我们献上开会祈祷 音乐指挥是史提显的 祝福です 祝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Praise to the Lord, O God, prosper thy way and defend thee. Surely his goodness and mercy shall ever attend thee. Honor anew what the Almighty can do, who with his love doth befriend thee. Praise to the Lord, O let all that is in me adore him. All that hath breathed, join with Abraham, seek to adore him. Let thee, all men, sum all our praises again. Now as we worship, we worship before him before. Praise to the Lord, the Almighty. Praise to the Lord. Our Holy Father, Thank you, Lord. Our Holy Father, We bow our heads in our prayer and pray that we are deeply appreciated. Our deep appreciation to the Lord, O God, and Christ. To thee, our Father, and thy God. Thank you, 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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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the Holy Agong.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and for killing. Thank you, Lord. 總會會長團以及十二使徒持有所有的聖職權約 我們為他們祈求,特別是我們的先知萬宣會長 作為我們年之最長的使徒 我們在這個時候,在這個晚上 世界每一個地方去崇拜祢 讓我們聆聽每一位教導我們 以及他們的見證 我們的神聖著聖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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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 正義的生活,奉耶穌基督的名,阿門。 現在,唱士班將會為我們獻唱彼此相愛。 在唱士班獻唱之後,我們很高興可以聆聽到十二使徒定亞組 陶德克里斯多長老的講道。 在他之後,將會由教會總主教, 蓋瑞史提文生主教以及七十元潘望博長老的講道。 川島主教觀哲長老的謊主教 if ye have loved one to another Now there were in that upper chamber Jesus and his disciples There to eat the supper of the Passover E'er the end should come Then Jesus looked in their faces And unto them, to them he spayed As I have blessed I have loved one to another The one and this new commencement The one and the other And by this shall men know For ye are my disciples If ye have loved one to another In ye have loved one to another One to another I want with the smile Is the hour of casually If ye have loved one His curtains - 謝謝各位兄弟 剛剛這麼美好的聖詩 各位兄弟 關於男人和男人的挑戰 在這幾年都已經被充分談及並且寫及 其中有些書籍的標題包括 為甚麼都沒有好男人了 男人意誓 男人的終結 男孩不及格的緣由 拿出男人的意樣子 有趣的是這些書大部分都是由女士所寫的 無論如何這些分析都普遍指出 在今日不同的社會當中 男人對他們社會上所扮演的角色和存在的價值都很混亂 拿出男人的樣子的作者用到以下的描述 各文明中普遍存在著一種共同的法則 意識是女生只要在生理上達到一定的成熟程度就會變成女人 而男生就需要通過一種試驗 他們需要展現出勇氣、強壯有力的身體 或者精通重要的技能 這個目標是要讓男生證明他們有能力 擔任女人和小朋友的守護者 而這個一直是他們社會裡扮演的主要角色 但是今天的女性在經濟上逐漸取得優勢 丈夫和爸爸不再是必要的家庭供養人 過去男性扮演的角色所需要的特質 剛毅、堅韻、勇敢、忠誠 已經變得過時 甚至令人有點難為情 我們讚揚為女性爭取更多機會的熱性 但是同時也有一些人去貶低男性和他們所做的貢獻 他們似乎認為生命就是男人和女人之間的競賽 就是其中一方一定要讓另一方有優勝 現在就是女性翻身的機會 有些人會爭辯事業在一切 而婚姻和子女 或者應該是完全可有可無的 所以我們為什麼還需要男人呢? 太多荷里活電影、電視和有線電視的節目 甚至是廣告 男人都被描述成不稱職、不成熟或者自以為是 這種碎弱男性的文化有它破壞性的影響 例如在美國有報導指出 現時女性被男性優勝的情況 在小學到研究院的每一個層面都有出現 例如百年級 當中只有20%的男性能夠精通實作 百分之二十四能夠精通閱讀 同時在2011年 男青年SAT的成績是四十年以來最差 男生在高中和大學絕學的比率比女生高三十 據預測,2016年的時候 女性將持有百分之六十的學士學位名額 百分之六十三是碩士學位 百分之五十四是博士學位 在特殊教育輔導課程的學生 有三分之二將會是男生 有些男人和年輕的男性 以這些消極的信息作為藉口 去逃避責任以及拒絕成長 在一個很常見的例子 一個大學教授這樣形容 男生總是反轉戴個彭球帽 帶著他們無稽的藉口來到課室 例如文字處理器吃了我的功課 而同時,女生檢查他們的日程表 以及請求教授為他們寫法學院的推薦書 一位女性電影評述員 表達一個比較粉絲質素的觀點 就是說,如果我們幸運 又選擇要有一個伴侶的話 我們可以把男人當成我們的夥伴 唯一可以指望男人的事就是這樣 他們要有自己的空間 亦都期望我們留在自己的空間裏面 各位兄弟,我們不可以這樣 作為聖職持有人 我們在社會、家裡和教會 都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但是我們必須要讓女人可以信任 小朋友可以信任 和神都可以信任的男人 在這個之後的日子 教會和神的角度 不能夠負擔搖擺不定的男孩、男孩和男人 我們負擔不起欠缺自律 和只顧享樂的男青年 我們負擔不了對生活萬無目的 對成家立實缺乏興趣 以及對世界沒有實際貢獻的年輕成人兄弟 我們負擔不了不能夠在家裡提供 靈性的領導的丈夫和爸爸 我們負擔不起那些在神職聚位裡 持有並運用聖職的人 將他們的精力同時間浪費在色情和網絡世界裡 諷刺的是雖然他們不是在那個世界裡 但是都已經屬於那個世界 各位兄弟 我們有事工要做 年輕人 你要在學校做好你的本分 在高中之後繼續你的教育 你們有部分人會追求大學學業 以及在商業農業政府 或者其他專業上發展事業 有些人會是藝術音樂 和表演藝術有卓越的表演 其他人可能會是在軍隊 以及不同的訓練裡 我曾經有一個人去駁在我家裡 幫助我去做不同的工作 無論你選擇什麼 都要變得 你有能力 在你的家庭和社區 我最近看到一段遠片 講述印度一個十四歲年輕男孩 每日的生活 他的名字是Mar 他一早起床做兩份工作 一份在放學之前 和一份在放學之後 星期六日半都是這樣 他的收入是為他家裡 提供大部分的生計 每次第二份工作以後 他要踩著舊的單車 在很晚的時候回家 之後可能用少許的時間 才可以做完他的功課 然後才在家裡 在兄弟姊妹的中間睡覺 雖然我從來沒有見過他 我為他的勤奮和勇氣感到驕傲 他在他有限的資源 和機會裡面 做他所有可以做的 他對家裡來說 是一個祝福 你們作為丈夫 爸爸 都要做好你們的角色 去為你們的小朋友 做一個好的例子 教他們怎樣在社會裡 做一個好的人 怎樣在溝通技巧上面 去繼續努力 怎樣跟婦女和女生溝通 怎樣服務 怎樣保持積極 怎樣去消遣娛樂 而不會上癮 怎樣去改正錯誤 和做更好的選擇 在你們每一個聽到 不知道無論你們在哪裡都好 我就想好像耶穌基督所說 要做好的責任 無論你的情況在哪裡 都做好丈夫公民的責任 準備好去為神服務 無論你在哪裡 天父都是看著你 你不是孤獨 你有聖職和聖靈因此 在眾多需要你的地方當中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你聖職地牙組 我們需要地牙組 去支持你們 多於星期日 我們需要地牙組的領袖 去幫助地牙組 在家庭內服務 好像全教士工作 我們 萬宣會長已經宣布了 年輕男女都能夠在更年輕的時候服務 男青年你們不可以再浪費時間 全道事工逼切 需要你們及早準備 而不要等到十七十八歲才開始 阿倫聖職地牙組幫助 他們的成員了解聖職 聖約和聖約 以及可以準備好按立成為長老 幫助他們接受好聖殿的教義 也幫助他們準備好成功的傳教士 麥基斯特聖職地牙組 可以幫助父母去準備 那些章要傳導的傳教士 去讀好他們的經文摩爾門經 在不同的知會和知婚會 同樣的定額組 都能夠在當地幫助全職傳教士 早上有效的合作關係 當萬宣會長曾經提到 一行主要放在聖職持有人 兼肩膊上的商家工作 也就是救主的呼召 就是拯救羽尼教會的人 我們曾經有非常趣的成就 包括有男青年出色的表現 在新西哥州阿布 新基里約格蘭的其中一個 西班牙語知會的聖職地牙組 其中一組人去探訪他們一個人 去到門口的時候 被探訪的都會感受到非常 他們是非常重要 和很高興 讓他們會上回教會了 當定牙組邀請一位男青年的時候 他們會邀請他們一起去回教會 他們不只是邀請他們回教會 而是立刻讓他們成為定牙組的一部分 一個挑戰又振奮的聖職工作 就是家庭歷史和聖殿 等候總會將要來的信 提供更新的召喚 和我們需要做的眾議事工 有更高的目光 我們的定牙組 形成一組相互支援的兄弟情義 兄哥來會長曾經說過 我的弟兄們 當每一個聖職地牙組成為其 每一個所屬組員的力量 當每一個這樣的男人 能夠肯定地說 我是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 的一個聖職地牙組的一名組員 我已準備好隨時協助我的兄弟各方面的需要 如同我相信他們也準備好會隨時協助我的需要 我們共同工作在靈性上一起生長 成為神納玉的兒子 無論什麼情況都不會阻止到我們 無論是經濟社會或者靈性方面 即使我們有時很努力 但不是每一件事都能夠像我們希望這樣發生 好像失業 早期教會福利小撒子指出 失業的男性是他們遭受的其中一個最大的挑戰 就好像若白一樣的考驗 這樣的困境長達 數個禮拜數月甚至數年 傷害就會越深 如果教會在這一個禮拜當中 對這位兄弟的靈魂受到遠如釘十字架 這樣的痛楚袖手旁觀 教會也無法期望在星期日拯救他 在2009月4月前總主教團智利理查艾格里講述一個定額組的典範 如何以行動去幫助一位失業成員的故事 尤他州新特維的菲爾修車廠證明了聖職領袖和定額組能夠有作為 菲爾是掌勞定額組的一位成員 原本在當地一家汽車維修廠做技師 不幸的是他所任職的這個維修廠的財務發生問題 所以沒有辦法要將它解僱 這些轉變令到菲爾幾乎崩潰 菲爾的主教李昂奧辛一聽到菲爾沒有工作 所以他跟蔣諾定額組會長團很謹慎地去思考怎樣幫助 幫助的鎮座方法 因為他就是定額組的成員 是兄弟需要幫助的 他的最後結論就是他有技術能力 可以自己創業 定額組有一位成員表示他有一個舊的菊倉 或者可以用來做維修廠 其他成員都可以幫忙收集必要的工具和物品 為新的維修廠提供配備 幾乎每一個人在定額組都幫忙去打掃你的菊倉 他們將這些想法 告訴菲爾也將這個計劃和定額組成員分享 菊倉於是經過打掃重新整修 氣下也都收集齊全一切就樹 菲爾收車廠竟然成功 最後遷去更理想更長遠的發展地點 這一切都歸功於定額組的兄弟在危冷時伸出援手 當然先知這麼多年來重複指出 主的事工裡面最重要 你們所能夠做的就是在自己家裡的圍場裡面 我們有太多的事需要去做 重視我們去鞏固我們的婚姻 我們需要教導我們的子女去祈禱 在鼠前正直行走 我們的任務無非是幫助我們的小朋友 經歷記載在摩爾摩經裡面 清晰說到心中巨大的變化 同樣跟持續會合作聖職 能夠教導父母怎樣幫助他們的小朋友歸信 單親家庭也能夠藉著聖職帶來祝福 各位兄弟 我們需要去做這些事情 我們感謝你們所做的一切 繼續去努力 神會繼續幫助你們 有些時候你可能未必知道要怎樣做或者怎樣說 但是繼續向前進 神會答應 會為你打開這個門 開始說話的時候 主應許你們在人前必不至於挫敗 就在那時候是的 就在那時刻 必給你們當說的話 我們知道我們都是不完美和平凡的時候 但我們有完美的夫子 我們的老師 我們祈求祂的聖職和祂的恩典 當我們悔改的時候 我們被應許我們能夠有力量獲得天上的祝福 教會這個世界和所有的女性都在那裡呼召男人 真正的男人 會去展法 展出他們的才能 可為正義 不怕犧牲 願意工作和幫助其他人獲得快樂和救恩的男人 他們呼喚 起來屬神之人 神會幫助我們做得到 奉耶穌基督舉名 阿門 今晚我感到是一個很特別的祝福 能夠以主教的身份和年輕人講話 那些為了這個總會聖職大會 而從世界各地聚首一堂的阿倫聖職持有人 我想和你們分享在摩爾門經裡 關於希拉萬兩千名青年戰士的故事 經文就是這些古代年輕人的品格提供了深入的見解 也為你們後期聖徒的男青年帶來靈感 我想和你們分享一段我很喜歡的經文 他們都是年輕人非常勇敢 強健勤勉 但是看我 不僅如此 任何時候他們都值得信賴勇敢 強健勤勉 和真理 真是一些值得讚揚的特質 我想集中說第一個 用來形容他們的特質就是勇敢 對我來說 這個特質是形容這些年輕人對自己勇敢做正確的事情的堅定信念 正如阿倫瑪所說 願意隨時隨地在所有事情上作神一證人 兩千名青年戰士有無數的機會去展示他們的勇氣 同樣的是 你們每一個人在你們的生命裡都會有決定性的時刻去展示你們的勇氣 我的一個朋友約翰和我分享了他生命裡的一些時刻 很多年前約翰得到日本一間知名學府的錄取 和來自世界各地的頂尖學生一起參與了國際學生的計劃 他們有些入學是希望加深他們對當地文化和語言的認識 其他都視這個計劃為進入日本發展事業和專業的踏腳石 他們的目標各有不同 但是同樣是他們全部離開家去外國留學 當約翰到部沒多久之後就聽到有一個派對 將會在一個私人住所的天台裡舉行 當晚約翰和他兩個朋友跟著廣告上的所登的地址去那個活動那邊 當這個電梯去到大廈頂樓之後 約翰和他的朋友沿著一條很窄的樓梯上天台 跟著開始跟其他人聊天 在晚一點的時候整個派對的氣氛就變了 約翰不自在地感覺 也除了這個噪音、音量和酒精的擴大而增強 突然間有一個人叫所有學生圍成一個圓圈 一起去分享一些含有大麻煙草 約翰一看到世息不對 立刻通知他兩個朋友在這個時候要離開 其中一個朋友似乎以嘲笑的語氣地回答 約翰,很簡單而已 我們就這樣站在一個圈裡 輪到我們的時候 我們可以不吃 繼續傳給其他人 這樣我們就不用走 也不用在那麼多人面前丟我們的面 對約翰來說 聽起來好像很簡單 但是不是很對 約翰知道他一定要表態和作出行動 在這個時候 他鼓起勇氣 告訴他們 他們知道你們可以去做想做的事 但是我要立刻走了 其中一個朋友決定留在圓圈裡參加活動 而約翰和另一個朋友 就很勉強地跟著他下了電梯 約翰他們很驚奇 當電梯門打開的時候 有幾個警員走出來 很快就走上去天台裡 約翰就和他的朋友搭這個電梯離開了 警員在樓梯口出現的時候 為了不想被警員抓到 這些學生就把手上的毒品 從天台丟掉了 但是當封了樓梯之後 警員叫每一個人排成一條直線 吩咐每一個人伸出雙手 警員很仔細地聞他們 每一個人的母子和食指 每一個有接觸過大麻的學生 無論他們有沒有吸食過 都被假定有罪 並且有嚴重的後果 幾乎沒有一個例外 每一個留在天台的學生 都被他們所屬的學校開除 那些被證實犯罪的人 被驅逐出日本 他們學業的夢想 多年的準備 和將來在日本發展事業的可能 就這樣位於一旦了 現在讓我和你說這三位朋友的去向 那個留在天台的朋友 被他在日本所屬的學校開除 被要求離開 他當初很努力爭取入學的學校 要回家 那個跟著 約翰離開了派對的朋友 在日本完成了他的學業 再在美國兩間頂尖的大學 進修學位 他的事業再將他帶回到亞洲 他現在有成功的事業 他很感激當日約翰勇敢的榜樣 而約翰呢 那個決定所帶來給他的議員 是無法估計 在日本的一年裡 他帶來美滿的婚姻 以及有兩個兒子 他成為了一個很成功的商人 最近他也成為了日本一間大學的教授 試想想 如果在那個重要的晚上 他沒有勇氣離開派對的話 他的人生會有多不同呢 年輕人 將來有時候 你們會像約翰一樣 需要在你的同輩面前 去展示你正義的膽量 雖然後果可能會被人嘲笑 和很尷尬 另外 在你們的世界裡 和惡勢力對抗截的戰場 會是寂寞孤立的螢幕前面 科技帶來的實質 是很像的同時 也帶來了前所未見的挑戰 近期一個全國性的研究發現 今天的年輕人每天在學校 和互聯網上所受的誘惑 都已經到了一個令人非常擔憂的程度 這些研究顯示了 在這個社交網站裡 看到濫用毒品和酒精圖片的年輕人 被他們濫用藥物的可能性 被那些未看過照片的年輕人 高出三四本 美國內閣秘書評論這項研究指示 今年的研究顯示了一種致命的蓬佩壓力 數碼蓬佩的壓力 數碼的壓力超越了青少年 平時交朋友的平台 透過互聯網 入侵了年輕人的家 展示正義的勇氣 往往是微妙到 是點擊或者不點擊的舉動之間 當沒有人在你身邊的時候 你的思想和行為 是量度你品德的一個強力的指標 要勇敢 強健 在聖地上站穩 不可動搖 年輕人 我應是主會加強你們 神賜給我們 不是膽怯的心 乃是剛強 人愛 謹受的心 祂會用幸福和快樂去掌賞你的勇氣 和正義的行為 這份勇氣是你對耶穌基督和祂贖罪的信心 以及你的祈禱 以及你對戒命服從的結果 以東譚納指出 學校裏面的一個少年可以成為一個影響力 球場上或大學校園或一群工作者中的一個青年 實踐福音的生活 光大祂的聖跡 維護正義 自動行善 都可以成為良好的影響力 你們將會體驗到 無數嘲笑與批評 這些取笑 甚至來自那些相信你所作所為 或者尊重你行善的人 但是記住 救主自己也曾被苛窄取笑 被人吐口水 甚至是被釘十字格 都因為祂不肯動搖自己的信念 你可能停下來想過 如果祂軟弱了下來 說有什麼用呢 而放棄祂使命的時候會變成怎樣呢 我們要做個妥協者嗎 或是一個不顧世上一切反對與邪惡 做一個忠實努力的僕人 但願我們也有勇氣 做基督忠實權誠的跟隨者 我邀請你們要像兩千名年輕戰士那麼有勇氣 令自己有資格去成為佩清的聖跡持有人 記住 無論你做的是什麼 你去哪裡 以及你看到什麼 都會塑造你的將來 你想成為一個怎樣的人呢 成為一個佩清的執使 一個佩清的教師 一個佩清的祭司 現在就定立這個目標 能夠佩清地進入聖殿 為你可以在適靈的時候 接受下一項教育 而定立目標 最終獲得墨基細德成績 這條是帶來神聖協助 通往正義的道路 主說過在聖職各項教育中都獻著神的能力 父母聖職領袖 以及對神盡職和鞏固青年的小冊子中的先知 優先順序都會一直引領著你 當晚宦宣匯長最近教導過 若要作明智的決定 就需要有勇氣 有勇氣說不 和有勇氣說願意 我願意請各位 在此時此地下定決心 絕不引來 我們達成目標的那條道路 我們的目標是與天父共享永生 兩千名年輕的戰士勇敢地援應 他們的領袖希拉曼參戰的邀請 你們都像他們這樣 對著你們的先知和領袖 多馬萬宣會長的邀請 作出相同的回應 我年輕的阿倫聖職持有人 我想以我對父神和基督的見證 以及約失詩密的話來結束 弟兄們 我們 豈不要為了如此偉大的偉業而繼續 前進不要後退 勇敢吧 弟兄們 向前 向前直至勝利 奉耶穌基督的名 阿門 在南清時 我們一家會開車越過 下基山脈去探祖父母 路程從山崖樹的平原開始 接着去重树和途潮的山坡向上直走 最后进入白杨树的树林和高山草地 那里我们可得好远可远 但是这条这么漂亮的路不是完全的 在高路、公租公路上 大部分都是在途潮的山坡上面 这条山坡有栏杆、有警告牌 小心啊,大石跌下来的 在谷底下还有很多烂烂的车 是不小心驾驶的悲惨的记录 兄弟,我们每个人都已经 或者将会进入物基使得圣族圣约中 里行圣约包括了一段光荣的旅程 这个旅程由接受高级、低级和高级的圣族开始 借着光大我们的智慧而进步 并且沿着神所伟大的应许而向上攀升 直到我们被赐予天父所有的 高榮道路的智慧设计师 已经在道路上树起警告指示牌 圣族的圣族圣约包括了警告指示牌 现在我给你们一条戒命 要你们留意自己 为何神要我们留意呢 祂知道撒但 祂想将我们的灵魂拖入悲惨的深渊 神也知道我们有一个自然人在我们心里 自然人很容易会撞失路 所以神邀请先知邀请我们 脱去从前救人 通过信心悔改、赎罪和福音的生活 佩戴基督 当我们在道路上攀升的时候 任何男生或男人如果没有留意都会跌下来 你们有没有见过很出色的男青年 还乡的传教士 被荆祖圣族领袖 至爱奸人他们失落 为了他们而伤心呢 《救约》故事里面的大位 是一个浪费圣族力量的悲惨例子 虽然你年轻的时候 打败过哥利亚 过了几十年的正义生活 这位先知国王在灵性上仍然是软弱的 当在屋顶上看到漂亮的拔丝巴 洗澡的时候 在这个时刻 没有人监管他说 留意大位 看是很蠢的 他没有留意自己 没有听从圣灵的提示 而失去永恒的家庭 如果大能的大位 都能够在超声道路上跌下来 我们怎么可以避免类似命运呢 两个灵性的栏杆 深深的个人归信 坚强的家庭关系 会帮助我们留在天堂道路之内 撒旦知道这两个难纲 所以在道路上放置了会粉碎归信 和粉碎家庭的大石 感谢耶稣基督 赛显先知 在沿路上放了警告字牌 继续警告我们 不去避免这些罪 这些大石 例如 骄傲 骄傲 愤怒 贪婉 和情欲 摩西警告 要谨慎 避免忘记耶和话 在繁忙和充满不乐的世界里面 人更加快地忘记神 虽然 这么多危险和诱惑 我们都可以安全的 第一 我们提醒大家 六个加深归信和坚强家庭方法 第一 上上祈祷会帮助征服撒旦 每一次耶稣基督警告我们 小心 因为撒旦厉离 祂都叫我们上上祈祷 去抗拒诱惑 孟宣会长说 如果任何人此聆听 听从这个上上祈祷的忠告 现在就开始行动了 当一个人跪下的时候 被他站起来 更加的灵性高大 第二 原读经文 令我们与神联系 神主警告 教会诚言 小心自己 如果看待先知 免得将先知的事 作为小事 而被定罪 就被半脚跌倒了 要避开这种严重后果 我们要用心原读经文 还有教会杂志 和教会网站 而得到个人 和亲切的忠告 第三 配偵的参与 这样教议 我们准备好自己 去接受 神经的灵的指示 当救主警告 要小心 以免被骗 他承诺 寻求圣灵 最好的恩赐 会令到我们 不会受骗 每个星期 配清的灵的受圣餐 令到我们 有救主的灵 同在 在圣殿的崇拜 我们可以获得 圣灵的充满 第四 显示 真诚的爱 是 我们表达 我们对自己的归信 和家庭的爱 便眼吻教导过 免得你们 自相纷争 记住 撒旦是纷争之父 他力求 令到我们家人 互相争执 如果 我们 在感情上 原意上 和身体上 对我们家人 成员 有着代的行为的时候 我们 就会失去 胜职能力 而控制怒气 家人 应该 从我们的口中里面 得到鼓励和祝福 不是语咒 只要直着 劝说 恒久忍耐 温和 温顺 不虚拟爱 才可以影响他人 第五 遵守 十一 奉献律法 撒旦 但用贪婪 我们的贪婪 和财物的追求 来将家庭 粉碎 耶稣基督 忠告我们 免去一切的贪心 当我们 有财政计划 交食不奉献 慷慨地 禁交禁食捐献 量入为出 避免负债 和未来储前 我们 就会控制贪心 神认许 你们要先求 他的国 和他的义 所有东西 都要加给你们了 第六 生活 完全在 经纪律法之中 那我们 在神面前 就会有自信 圣灵 都会 作为我们 经常伴侣 撒旦 用 污蔚的事物 毁坏 未得 和婚姻 当主警告 犯奸淫的人的时候 要留意 要赶快悔改 他对奸人的定义 伸延到 行动之前的污蔚的想法 现代先知 和使徒经常清楚地警告 色情的瘟疫 轻格来会长教导 色情有如风暴 陷入困境的人 现在就是 之北的时候了 你们 如果受到任何诱惑 去违反侵略法 现在就要跟从 跟从 任何违反 侵略律法的 事情 我邀请你们 去 跟从埃及的 约实榜样 走为上着 第一 这六个 基本的原则 去帮助 圣灵持有人 继续在天国路上 向前推进 留在归信 和家庭关系的 灵性栏杆之内 南青年 回到我南青年时代 有一次我们越过 洛基山蜜 过了一个警告牌之后 我爸爸留意到 有些前面的碎石 所以立刻 慢洗停车 那时候 有一块 蓝球 那么大的岩石 在我们前面 滚过 爸爸等到所有的石 跌下来之后 才继续开车 我爸爸的警觉 和快速的反应 保持我们家庭 安全地抵达 终点 撒旗 撒旦啟图毁灭 人的灵魂 如果你的灵魂 慢慢走向 星灵 灵性的懸崖 当你们还没跌下去之前 就应该杀制了 要翻回正轨 如果你们忽略了 小心警告 已犯罪 你们在谷底之下 支离破碎 不要担心 不要失望 我见证 借着诚恳的悔改 耶稣基督熟罪牺牲 你要爬上来 被提升 而回到 通往天堂功劳上 耶稣教导我们 避免防备 假暮危线 如果你们不配清 这样使用成绩 请你们去见主教 祂会帮助你们悔改 有勇气 要小心 救主说 要小心 不要犯罪 但同一时间 祂都说过 我主要宽恕你们 去罢 不如再犯罪 我邀请所有的 男仔和男人 即将 加深归信 巩固家庭 留在圣迹的道路上 祈祷经文 圣教义 加深归信 爱十一奉献 精杰 去巩固家庭 留意 神 和先知 给我们的 小心 警告指示牌 我认许 如果男士 遵守圣迹的圣约 留意你们自己 我们家人 和我们自己 都可以 确保安全抵达 高荣角度中 我这样作见证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谢谢各位兄弟 现在唱诗班将会和会众一起唱 耶和华 请你引导我 在唱完诗歌之后 我很荏幸可以向各位演讲 在我的讲道之后,我们将会聆听到总会会长团第一支礼,亨利艾灵会长的讲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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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年较早的时候,我有幸能和文明全球的南天市役 即是美国海军的特技飛行小组,一起架使精密的F-18战机 F-18的飞行经验比我更加体验到飞行的动力 这个就好像以更完美的方式来应用空气动力学的法则 以及和南天市一起飞行都令我很快想起 只有年轻人才会做战斗机飞行员的 我要再引述来特兄弟的话,飞行最迷人的地方是于一种完美的祥和,加上足动每根神经都极致的兴奋 和南天市一起飞行是有另一种天市必在你们四周托着你们的截然不同的感觉 如果你问我这两次的飞行经验,我比较喜欢哪一次 我不肯定可不可以回答你这个问题 至少我可以说在某些方面,这两个经验很明显是不同的 但是在其他方面,又差不多一样这样的 无论是坐在小红机或者F18的时候 我都能够感受到飞行的兴奋,美妙和快乐 在这两次的飞行经验之中,我都能够感受到诗人所说 流出大地凶恶的束缚,将开欢笑满形的羽翼,非无穷仓之间 那你可能问这两次自然不同的飞行经验和我们今天的聚会 以及我们有限能够持有的聖职 或者我们都非常热爱的聖职服务又有什么关系呢? 各位兄弟,我们个人的聖职服务经验可能都很不同,是不是? 用比喻的方式来说,你们有些人是飞着F18战机 有些人飞着的是小红机 你们有些人所属的职会和职联会里面的每一个职位 从大祭司小组领袖助理,以至执事定额组秘书 都有活跃的聖职持有人担任,你们有幸能够参与一个人手充足的职会 实在是很大的祝福 你们当中有些人就住在只有很少教会成员和聖职持有人的地区 你可能会觉得很孤单和承担所有责任的重担 对你们来说,很多时候你都需要亲自投入 才能够发挥职职的引擎 有时你的知会或者分会似乎完全没有进步 无论你的责任或者处境是怎样 你和我都知道全心付出的职职服务都会带给我们 一种特别的喜乐 我一直都很喜欢飞行 无论是飞小红机,F18或者其他的机种 我在飞小红机的时候就不会抱怨它的速度慢 我在飞小红机的时候都不会因为连串的特技动作无情地暴露出我已经很老的事实而有微然 是的,凡事都有不完美的地方 如果要投诉的话,很容易就可以找到要投诉的东西 但是各位兄弟,我们是按照神子体制的神圣职的持有人 我们每个人都经由岸立接受了神圣的成绩 我们被赋予权柄和责任以他仆人的身份奉神的名替他行事 无论是在大支会或者在小婚会里面 我们都梦召唤在所有的事情上 为了所有人的益处以及交给我们照管的人和事去服务 祝福人群和行事 我们要去明白感激和感受温庸圣职带来的喜乐 我对飞行的热爱影响了整个人生方向 好像飞行完那种愉快的经验一样 我成为教会成员之后的经验是更加深刻、开心和特别的 当我投入教会的服务里面 我就感受到神的大能和他的温柔、慈悲 而且身为飞行员的我曾经在天空傲场 身为教会成员的我感受到上天的恩宠 有时我都挺怀面坐在驾驶仓的感觉 不过跟教会里面的兄弟姊妹一起服务 都很容易可以填补那种情怀 从这项慰业和事工的一小部分 就能够感受到超然的拼征和喜悦 我是绝对不会为了俗世上任何其他东西而放弃这份祝福 今天我们数目庞大的圣职兄弟聚首一堂 能够为主和我们的同胞服务 能够发自内心为这项高尚的伟业作最好的承诺 去给此鼓励和建立神的国度 是我们神圣的喜悦和特权 我们知道和也明白 圣职是神永恒的能力和权柄 我们可以很轻易背得出这个定义 但是我们是否真的理解圣职的重要性呢? 我再说一次 圣职是神永恒的能力和权柄 试想一下 神透过圣职创造并且管理诸天和大地 祂透过祂的能力救赎祂的儿女 给他们获得超胜 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 就好像约瑟斯斯密所解释的一样 圣职是全能之神在创造这大地之始 即已开始显示其荣耀的管道 藉着该圣职,祂继续对人类而女 显示祂自己直到现在 而且藉着该圣职,祂将宣示祂的目的直到末日 我们全能的父神将圣职权柄交托给我们 我们是陈世的凡人 就定义上来说,印是有缺点和不完美的 祂赐给我们拳柄 为了祂儿女的救恩 而奉祂的名行事 藉着这种能力,我们有权柄去宣讲福音 执行救恩的教义 协助建立神在地面上的国度 并且造福家人和同胞为他们服务 这就是我们所持有的神圣职了 圣职是买不到的 亦都不会受人吩咐 圣职能力的运用 不会受职位、财富或者权力所影响 改变或者强迫 圣职是一种属灵的能力 只有天上的律法才可以运用到 圣职源自我们伟大的天父 他的能力只有借着正义的原则 才可以控制和运用 自私是不能运用到圣职的 基督是世上所有真正的圣职权柄和能力的来源 这是他的时供 我们有幸能够参与其中 一个人除非谦卑并充满爱心 具有信心、希望、人爱 并能在交托给他照料的一切事上折制 否则不能协助此时供 我们的出发点绝对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服务和提升其他人 我们不用强迫的方式 而是借着劝说行久忍耐 温和、温柔和不虚伪的外 全能之神的圣职是似给每位配清的兄弟 无论你们在哪里 无论你们的祖先是哪个 无论你们的家境是贫滑富 也无论你们的缘近 成绩不是用金钱 或者任何熟悉的代价可以换得到 我们将古代先知以塞外的话 说得清楚一点就是 每一个口渴的人都可以来渴 不需要付钱,就来启罢 由于有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永恒和超乎长人理解的属罪 就算你曾经跌倒过 或者是不配清 你还有机会 可以获得神的成绩 透过属灵上的锻炼 和悔改的敌政过程 你可以起来发光 因为我们的救主和救属主的无限宽容 和慈爱你可以抬起头 变得洁净和佩清 成为神正义以高贵的儿子 佩清感成为全能之神 最神圣职的持有人 我对那些对圣职的奥妙和特权 没有认识和不感谢的人感到可惜 他们就像一些搭飞机的乘客一样 在高空飞行途中 为了发生太细胞而不满 能够在高空飞行是古代君王 愿意付出一切代价 而为求一事的特别的体验来的 各位兄弟 我们很有福气 能够成为这个伟大圣职权柄 和能力的谦卑领受者 我们要将眼光放软 学习去看得到 认得出和接受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我们透过正义 仁慈和真诚奉献的圣职服务 有能够体验以下这一项啟示的真意 我必在你们前行 必在你们左边和你们右边 我的灵必在你们心中 我的天使必在你们四周 托着你们 我们要领悟和了解 性职的奥妙和特权 我们要接受 并且热爱 我们被吩咐去履行的职责 无论是在家庭里面 还是在所属的教会单位 不理单位是大 或是小的 我们要经常在正义 奉献和性职的服务之中去进步 我们要在性职服务之中 找到喜乐 藉着应用知识 服从和信心的原则 我们可以将这些事情做到最好 即是说 首先我们需要知道神 在神的话语中所启示的性职教育 将这些知识融会贯通 明白性职运作的圣约和戒命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我们要经常有尊严感 按照所获得的知识 采取行动 聪明行事 当我们服从神的律法 锻炼我们的身体和心智 调教我们的行为 去符合众先知所教导的正义模式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体验到性职服务的喜乐 最后我们要加深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 我们要承受祂的名 我们每日都重新承诺行走在门徒职责的道路之上 我们也都要努力地令我们的信心更加完全 透过实践门徒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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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为家人 同胞和神服务一次一步地迈向完美 当我们尽心尽能 尽意尽力地在职职中服务的时候 就会蒙得崇高的知识、平安和属灵因慈 只要我们尊重神圣职 神也都会尊重我们 我们才能够在末日 能无可指责地站在神的面前 我寄求我们一直都能够用眼睛去看 用心去感受我们的伟大和全能之神的 职职的奥妙和喜乐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感激有这个机会 在这个伟大的职职大会里 听到如此美好的教导和见证 对带我回去 我仍然是男士的时代 我想有很多 直视听这个讲道时 一定会在想 他们被提醒 要在他的职职中坚强 作为一个年轻的父亲 我祈求过想知道我的 我知道有些人 在我身上看到一些我未能看到的事 我祈求过想知道我的子女 可以在神的角度中作出什么贡献 对于男生 我知道他们会拥有职职的机会 对于女生 我知道他们会代表神去服务 他们每一个都会做神的事工 我知道他们每一个都是不同的 所以神会给他们每一个人特别的恩赐 现在我没有办法向你们 每位父亲和每位男女青年领袖 讲你们最应该做的事的细节 但我可以很肯定 你们会去帮助这帮男女青年 去认出他们与生俱来 在灵性上的恩赐 每个人都不同 而且会有不同的贡献 没有人是注定要失败的 当你们寻求启示 想知道神给了这帮男女青年 什么恩赐的时候 你们就会被祝福 知道如何去指引他们 去做他们有能力做到的服务 有了你们的指引 你们所带领的年青人 就能够在神角度里面的服务中 看到渴望和相信他们可以发挥到 他们最大的潜能 对于我自己的子女 我希望可以得到啟示 知道我如何帮助他们 每一个去准备好迎接 为神服务的机会 然后我尝试去帮助他们 去预见 去希望 和为了这个将来而准备 我为每个儿子都刻了一块板 上面会有一节 形容他所拥有的特别恩赐的经文 和一幅可以代表那项恩赐的图案 在那些图案和字据的下面 我会刻了他们每一个男子的洗礼 和圣绩按立日期 也有他们在这些特别日子的身高 我会对每一个儿子都解释 我帮他们所刻的板 去帮他们了解他们的灵性恩赐 和他们可以为神的工作奉献些什么 你们可以像我一样得到灵感 去认出你所爱的每一位青年人的 特别恩赐和独特的机会 当我的大儿子成为执事 和获得英级同军的时候 我一想起他和他的将来 一幅英的图画就在我脑海里面出现 我们当时住在阿达河州南太顿山山脚的附近 我们在那里行山 和看着英在天空飞 那幅在我脑海里面出现的图画 令我想起以赛亚的说话 这样说 疲乏的他次能力 软弱的他家力量 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 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生得力 他们必如应展翅上腾 他们奔跑却不困倦 行走却不疲乏 事实上 我们已经没有在南太顿山脚附近行山了 因为我的儿子已经厌倦了 他说 我会不会一直都因为没有上山顶而觉得遗憾呢? 不如你继续吧 我不想你觉得失望 我回答他说 我永远都不会失望 而你也不会觉得遗憾 我们会一直都记得 我们曾经一起爬过这座山 在他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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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右身高的板上 最高的那一刻 我刻了一只鹰 和写着这句话 在鹰的翅膀上 我便已成为了一个比我想像中更好的传教士 在他那里面对了一些能力以外的挑战 对于你所帮助的男孩来说 就好像对我自己的儿子一样 神将他在宣教福音的语言能力上 提升到我的想像以外 如果你尝试帮助任何男青年去找出他们持有职职 所能够做到的事 我允许你们 主会将你所需要的事都告诉你们 他们甚至会有能力去做到 让主所显示给你知道以外的事更多 要帮助他们定立更高的目标 你所鼓励的男孩 可能看起来太害羞 而不像一个有力量的性职博人 我其中一个儿子就是很害羞 连同店铺的职员说话都不敢 当我奇苦问 关于他在性职方面的前途 也很担心 然后我得到灵感 要去看《真言》中一节经文 这样写 恶人虽无追赶,也逃跑 《义人却壮胆像狮子》 所以我在他的版上 刻了一个很大的狮子图案 而在他下面就写了 《胆壮像狮子》 在他传教和之后的几年 他做到了我在挑割上所希望的事 我那个曾经很害羞的儿子 以极大的信念去宣讲福音 以及以勇气去面对危险 他在代表着神的责任上变得强大 这些事都可以在你所带领的男青年身上发生 你要建立他的信心 相信神可以令一个眼前膽小的男子 变成一个勇敢的仆人 我知道神会令他的仆人变得勇敢 在那个树林里面 看到父神和他的儿子 耶稣基督的青年 变成一个灵性巨人 帕雷 普瑞特亲眼目睹 才知弱失私物去戚择那些 囚禁着他们的邪恶手为 普瑞特长老这样记录说 突然间弱失站起来 来发出像雷明或思考般的声音 就我记忆所及 他说了下面这段话 爱情你们这些地狱的恶魔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你们 命令你们安静下来 只要我还活着 缺不再忍受听你们说这样的话 不要再说 否则此刻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在这个经验里面 普瑞特长老这样写 真正的尊贵庄严 我只见过一次 就是那次在米苏利州 小镇监狱的五夜里面 一个身是家所的人所表现出的 当主的仆人要奉主的名 或者借着主的圣迹去作见证的时候 主会给予他正义的仆人 正义的仆人 好像狮子一样勇敢 我另一个儿子 当他还是很小的时候 已经有一大群朋友和他在一起 他很容易就会认识朋友 当我尝试去预测 他可以为神国作出的贡献的时候 我觉得他会有能力 去将其他人带入爱和团结里面 这个想法令我想起教义和圣约里面 而形容那些持有圣迹的长老 为了建立在米苏利州的石安所付出的努力 获得天使对他们所付出贡献的赞许 这样是需要极大的牺牲 教义和圣约里面的启示这样说 然而你们有福了 因为你们作的见证 以记录在天上及天使看 他们为你们快乐 你们的罪卸了 在我儿子的高度版上 我刻了 天使们为你快乐 这个儿子对其他人的巨大凝聚力和影响力 在他毕业之后继续扩大 他和其他圣职持有人一起组织了一些支联会活动 给一些年轻人 以信心去持守 甚至在逆境之中得到胜利 当他将信心结立在这些男女青年身上的时候 他是帮助在美国市区中建立一个石安社群 在我的挑割上面 我刻了一个吹紧好角的天使 这个可能不是他们真正在做的事 但是更容易挑割天使在这些呼叫 当世界各地的圣职领袖都在他们的支会 支联会和传道部里建立石安 众天使就会感到喜悦 而且他们会对于你们所帮助的男女青年 在任何地方下 任何情况下 去建立石安而感到喜悦 石安是大家在圣约中和爱之中团结起来的成果 我邀请你们去帮助你们的年轻人都一起加入 对于我其中一个儿子 我得到灵感要刻一个太阳和救主 为相信他的人而祈祷的说话 这就是永生 在救主将近结束他的陈世使命的时候 他向父祈祷 这样说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 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 你所托付我的事 我已成全了 我儿子已经横跨三大洲作出圣职服务 但最重要的是他在家中和家人之中的服务 他在他们身边建立他的生活 他在家附近工作 而且他经常回家和太太和子女一起吃午餐 他家庭住得很近我和阿玲姐妹 他们打理我们的后院就像打理自己的一样 这个儿子不单只为了获得永生的资格而生活 更为可以有充满感恩的家庭成员永远一起生活 永恒的生命就是在家庭中 和父神他的儿子和圣灵团结合一 永恒的生命只有透过 由先知若失师物所復兴的神圣职的权益才可以获得 鼓励你们所带领的年轻人以永恒生命为目标 是你们可以给到他们最好的礼物 你们首先要在自己的家庭中树立榜样 你们所带领的年轻人的家庭未必都是教会的成员 但是我挑战你们要帮助他们在圍幕的两边都感受到家庭的爱 我所提到的高度版只是其中一个方法去帮助这些年轻人 知道他们在全能的神的眼中是如何 以及神如何准备他们去作出他们个人的服务 神会帮助你们知道如何去帮助你们的子女和其他年轻人 但是当你诚恳地祈求他们知道这些事 然后去跟你们的年轻人沟通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神是认识和爱他每一个独特的孩子 以及看到他们每一个都拥有美好和独特的恩赐 身为父亲我得到祝福去见到我的女儿和我的儿子 一样在神的角度里面拥有美好的将来 当我虔诚地寻求指引 神就向我展示一个方法去帮助我的女儿 找出神对他们可以为她建立角度的信任 当我的女儿更年轻的时候 我看到我们能够透露去帮助其他人 去感受到在圍幕后面很多世代的人对他们的爱 我知道这种爱是来自服务和对于永恒生命的盼望 所以我们刻了一些面包块 在上面放了一块自制的面包 然后一起送给一些寡妇、官夫和家庭 在每一块面包板上都刻了一句法文 意思就是我爱和盼望 他们读得灵性上的恩赐证据 不仅是我所刻的面包板上显示到的 而且更清楚的是 当我们将这些事去分享给那些有需要和在痛苦之中的人 能够令他们安心去知道救主的爱 和他们的赎罪可以产生光明的希望 这种服务对我的女儿和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永恒生命 现在你可能会想 阿尼兄弟你这样叫我们去学雕刻? 答案当然不是 我学雕刻是因为有一位很好的雕刻导师 他就是陪导潘长老 我能够学习这项小技术 都是由于他作为雕刻家的恩赐 和他作为教师的耐性 只有上天才可以提供这样的导师 但还有很多方法 是不需要雕刻木板 都可以影响到我们年轻人的心 例如 新的通讯技术 允许我们可以在很远的距离 很短的时间 和用很少的成本 甚至不需要成本的情况之下 去分享信心和希望的信息 我太太每晚都会帮我做这件事 我们开始在电话里 和很多我们的子女和孙子女通话 我们会叫他们分享 他们个人的成功和服务的故事 我们都会邀请他们 将他们每天活动的照片 传给我们看 我们会用这些照片去解释几段讯息 我们以摩尔门经里面一两节的经文去结束 或者尼菲和摩尔门 对于我们所制作 称之为家庭日记 小片里面的内容 的灵性性质量 和所需要付出的努力 觉得是小无见大无 但是 阿玲姐妹和我都在这些付出里面得到祝福 我们都收到灵感 去选择经文的章节 和去写我们的见证信息 而我们都见证着我们孙子女的生活 是将他们的心转向我们和救主 其实还有其他方法可以做的 有很多你们已经在做 你们家庭祈祷和经文研读的习惯 可以创造更多超乎你们想象的深刻记忆 和内心的改变 就算只是续细活动 例如参加体育活动 或者看一场戏 都可以影响一个小孩的心 什么活动并不是最重要 但是随之而来的感觉才是关键 我发现了一个好的测试方法 可以找出一些 有可能大大改变一个年轻人的生活活动 这个方法 就是由他们提出一些 他们觉得神赐给他们 因此有趣的活动 由我的经验 我知道这个方法是可行的 当我12岁成为執事的时候 我住在新泽西州 距离纽约市有80公里 我当时梦想成为一位伟大的棒球手 我爸爸同意带我去看一场 在位于布朗克斯区 一座很有历史的阳基球场比赛 我还记得看着乔迪马 揮棒打出一个全类打 我和我父亲的看台 乔迪马 我坐在我旁边的父亲 那次是我唯一一次 我和爸爸一起去看大云盟的棒球赛 但另一次我爸爸的相处 索造了我的一生 他带我从新泽西州到燕湖城 一位祝福教长的家 我从来都未见过他 我爸爸放下我在门外面 那位祝福教长带我去坐在椅子上 把手放在我头上 给了我一个祝福 他的祝福 包括了我内心最渴望的事 他说我是 使人和莫的人 由福尿之中所提到的人 我很惊讶 一个陌生人 怎能知道我的心愿呢? 于是我打开雙眼去看看 那间在发生奇迹的房间 那个祝福的 的确是 塑造了我的生命 我的婚姻 和我的圣职服务 由这个经验 和随之以来的事 我可以见证 因为不是所有的人 都能获得每种恩赐 因为恩赐有很多种 每个人 都由神的灵 给予一种恩赐 由主所揭示给我的恩赐 我可以认识到 并准备一些机会 去运用祂 去祝福那些 我所爱 和所服务的人 神知道我们的恩赐 我挑战你们 和我自己 去祈求 知道我们已经得到的恩赐 去了解 如何发展他们 和去找出神所赐给我们 去服务其他人的机会 最重要的是 我祈求你们都会得到灵感 去帮助其他人 发掘他们的特别恩赐 而去服务 我允许你们 如果你们求问 你们会被祝福 去提升其他人 在他们服务 他们所带领和所爱的人 那时 能够发挥最大的潜能 奉耶稣基督的名 祂是活着 这是祂给我们的聖绩 给我们的恩赐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各位兄弟 我们很感激你们 今天的大会 我们同样感謝 默基西特圣迹 借师班为我们 带来鼓舞人心的音乐 同时 也感谢所有有份 帮助进行这次大会的人 现在我们 我們蒙福可以聽到我們敬愛的先知多瑪孟宣會長的講道 在他的講道完畢之後 長士班將會獻唱《以色列文》全力起 來結束這場聚會 七十元派出黑海榮長老為我們做閉會祈禱 親愛的兄弟,每年兩次我們都會聚首一堂聆聽靈感信息 令這個壯觀的會議中心坐滿了神的聖職持有日 總會的聖職大會讓一著美好的靈性感覺 這份靈性從會議中心散發出來 並且散發到神的兒子所聚集的每一個會堂 我們今晚確實感受到這份靈性 在幾年前,在這座美麗的會議中心起好之前 有一位尼艷護城聖殿廣場參觀的訪客 在大會堂參加了一場總會大會 他聽到總會兄弟的講道 亦都很認真去聽所有的祈禱 他聽到大會堂長士班所唱的美妙聖士 對壯觀的大會堂管風及大為讚嘆 有人在大會結束之後聽到他說 只要我能夠知道講道者今天所說的是真實的話 我就願意放棄所有的一切 沒錯,其實他真的在說 我希望我對福音是有見證的 在這個世界上,絕對沒有任何其他事物 比起擁有對真理的見證更加能夠帶來安慰和快樂 我相信今晚在座的各位兄弟和男青年都是有見證的 只是程度上有差別 假如你覺得自己還未擁有你想要的那種穩固的見證 我勸告各位要努力去獲得那種見證 假如你已經擁有堅強和穩固的見證 就要努力去維護這項見證 我們能夠知道真理是多麼幸福的事 各位兄弟,我今晚最好的訊息給你就是 現在可能有很多人沒有見證 但是只要我們樂於分享見證 幫助這些人改變 他們就會願意獲得見證 有時候我們可以提供改變的動力 我首先要說的是那些目前對福音 還未能夠完全承諾的成員 很多年前我在芬蘭克爾辛基的一次區域大會的 姊妹大會上面 聽到一篇強而有力令人難忘 而且振奮人心的港島 雖然已經是四十年前的事 但是我一直沒有忘記那次港島 港島者探討了很多真理 她提到每個女人都需要有人跟她說 她是很美的 她需要有人跟她說 她是寶貴的 她是很美的 她需要有人跟她說 她是有價值的 她需要人告訴她這件事 各位兄弟 我知道男人在這方面 其實跟女人很相似 我們需要有人跟我們說 我們是有價值的 我們是有能力的 我們是寶貴的 我們需要有人給我們機會服務 對那些不積極參加活動 或者不太願意作出承諾的成員 我們要藉著祈禱 找出一些方法去幫助他們 請他們做某些工作 或者就是讓他們完全恢復活躍的一種鼓勵 不過可以在這方面提供協助的領袖 有時會有所顧慮的 我們需要記住 人是會改變的 人可以改變壞習慣 亦都可以悔改所犯的過錯 他們可以配清感持有成績 他們可以努力威慎服務 我會舉幾個例子去說明 在我剛剛成為十二士領雅組成員那時 我有機會陪同大衛奧麥基會長的一位知理 以東譚會長去到加拿大阿伯達省 參加一場支聯會大會 支聯會會長在大會上提出 四位有資格蒙岸立為長老的兄弟的名字 這些都是譚會長認識的人 因為他以前都住在同一個地方 但是譚會長只是認得他們的樣子 並不知道他們的生活已經有了180度的轉變 完全符合成為長老的資格 主人會會長讀出第一個人的名字 請他站起來 譚會長很小聲地跟我說 你看看他 我從來沒有想過他會有這一天 主人會會長讀出第二個人的名字 他站起來 譚會長實力推了我一下 表示驚訝 會長對這四個人的反應都是一樣 聚會結束之後 譚會長跟我有機會恭喜這四位兄弟 他們證明了一件事 就是人是可以改變的 在1940至1950年期間 美國有一位監獄長 柯林頓、杜菲 他因為改革監獄的運作方式而很出名 有人批評他這樣說 你不知道豬是不會變 永遠不會懂得爬樹的嗎 那麼監獄長、杜菲就回答說 你應該知道 我管的不是豬 我管的是人 人是會每天都改變的 很多年前我有機會擔任加拿大傳道部的會長 我們有個分會 裡面的聖職兄弟很少 我們向來都是找一個傳教士主領那個分會 後來我有一個強烈的感覺 就是這個分會需要由一位教會成員去主領 分會那裡有一位已經成年的成員 他是阿倫聖職的執事 但是他的出席率或者參與率並不高 沒有辦法晉升成職 我有個感覺 應該召喚他做分會會長 我永遠都會記得 跟他面談的那一天 我跟他講 主給我一項靈感 要召喚他擔任分會會長 他講了一些推辭的說話 但是聽到他太太的很多鼓勵說話之後 他說他願意服務 於是我就按納他做祭司 這個人開始了新的生活 他的生活很快就上了軌道 他向我保證他會按照被期望的方式去遵守戒命 幾個月之後他無安立為長老 他和太太、家人最後都去了聖殿接受印證 他們的子女都去了傳教 而且都在主的殿結婚 有時候 讓兄弟知道我們很需要他們 很重視他們 就可以令他們有動力去作出承諾 完全恢復活躍 無論什麼年紀之間的聖積持有個人 都是一樣 我們有責任給他們機會 過應該過的生活 我們可以幫助他們去 克服他們的圓弱 我们必须要培养一种的能力 就是不要看他们现在是怎样的 而是看他们将来 在获得对基督福音的见证之后 会成为怎样的人 有一次我在科罗拉多州 海拔超过3000公尺的 莱德维尔参加一个会议 我很记得那个特别的聚会 除了因为高度之外 也是因为那晚所发生的事 当时只有少数的职职持有人出席 就好像加拿大传道部的那个分会一样 这个分会一直都是由传教士去主领的 那晚我们的聚会议进行得很顺利 但是我们在闭会唱诗那时 我得到一个灵感 就是分会会长 应该是由一位当地的领袖去主领 我望着传道部会长问他 这里是不是应该 有一个本地人可以主领分会呢 他回答说 我不知道有谁可以 在唱圣诗的过程之中 我仔细望着坐在台下前面三排的人 我注意到其中一位兄弟 我问传道部会长 他可不可以做分会长呢 他回答说 我不知道 可能可以 我说会长 我会带他去到另一个房间 跟他面谈 唱完圣诗之后请你讲道 直到我们回来为止 我们两个回来之后 传道部会长 他作了见证 他 跟着就结束聚会 我提出这位兄弟的名字 召唤他做新的分会会长 从那天起 在科罗达拉多州的莱德维尔 就有了本地成员担任单位的领袖 各位兄弟 同样的原则也都适用于 还未是成员的人 我们应该培养一种能力 就是 不要看现在的他们 而是看到 他们在成为教会成员 对福音有见证 生活和福音的教导 和谐一致之后 他们会是怎样的人 1961年 教会邀请所有的传道部会长 出席一次全球性大会 教会的每位传道部会长 都去延湖城参加会议 我也都从多伦多传道部 去到延湖城开会 在其中一个会议 当时担任十二使徒定额组助理的 以东谭会长 刚刚结束 第一次主领英国和西欧传道部的经验 他说到在他所有进行的面谈之中 所遇到的一位应该是最成功的传教士 他说他跟那位传教士面谈那时 跟他说 我想你施洗加入教会的每一个人 都是成员介绍的 这位年轻人回答 不是啊 全部都是我们敲门找回来的 谭兄弟问他用了什么特别的方法 为什么他比其他人更加成功呢 这位年轻人说 他尝试帮每个他认识的人去施洗 他说 假如他拍一个人的门 看到他在吃烟 穿着破烂的衣服 对什么都没有兴趣的样子 尤其是对宗教都没有兴趣 传教士会在心里想象 对方在不同的环境之下 会是怎么样的人 他在心中想象 他是个胡桑看得很干净 穿着白衣服和长裤的人 传教士还想象自己 带着这个人 走入洗礼的水里 他说 我用这种方式 看待对方的时候 我就可以 用能够打动他的心的方式 向他们作见证了 我们都有责任 用这种方式 去看待自己的朋友 同事和邻居 我再说一次 我们有责任 不看现在的他们 而是看他们将来 会成为怎么样的人 我想请各位 用这种方法 去看待他们 各位兄弟 主同我们提到 我们所持有的 理行圣迹的重要性 主同我们说 圣迹是透过誓约 和圣迹而接受的 主指示我们 一定要对 我们所接受的圣迹 忠诚信实 我们也有责任 遵守圣迹 直到最后 然后 主必将一切 都赐给我们 这个是神给我们的 准许 勇气 是我们要紧记在心中的两个字 有抗拒诱惑的勇气 有对所预见的人 大声作见证的勇气 而且要记住 每个人都必须有机会 可以听到福音的讯息 要大家都做到这件事 并不容易 但是我们可以相信 保罗对提摩泰所说的说话 因为神赐给我们 不是胆怯的心 乃是刚强 仁爱 紧守的心 你不要以 给我们的主 作见证为此 在1974年5月 我和约翰 葛罗伯兄弟 在东加群岛 要在一个正式的场合 里面 会见东加国王 我们航圈了几句 不过 在离开之前 约翰 葛罗伯 兄弟 他说了一些 很不尋常的说话 他这样说 陛下 你和你的神博 都应该成为 摩尔门教徒 如果你们这样做的话 大部分 你的问题 和他们的问题 都会解决 国王笑容满面 会说 约翰哥罗伯 或者 你说得对的 我想起 站在亚基伯王面前的保罗 我想起亚基伯王 回应保罗的见证 他说 你几乎说服我作基督徒了 国罗伯兄弟 有勇气 向一位国王 去作见证 今晚 我们有很多人 都为主去服务 而去担任 全部时间的传教士 他们响应呼召 与尼家乡 朋友 家人 和学校 出去服务 五名伯基人会问 他们 为什么会这么爽快 这么乐意 去答应付出这么多的呢 我们的传教士 可以用早期 这位 无人能及的传教士 保罗的说话 去回答 我传福音 愿没有可夸的 因为我事不得已的 若不传福音 我便有和了 神圣经文 作出最合适的宣告 最具约束力的责任 最直接的介命 和分事 这些都是复活的主 在加利利次比 十一位门徒的说话 主这样说 天上地下 所有的权柄 都持给我了 所以 你们要去 使万民 作我的门徒 奉父子 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 就尝与你们同在 直到 世界的 活了 就正如在全圣 时代一样 这项 神圣的 分灵 连同其中 荣耀的应许 就是我们今天的 座右明 全道士公 是耶稣基督 后期圣徒教会的基石 向来是这样 以后 也都会是这样 就正如 约失师密所说的 在说了一切的话后 最伟大 且最重要的职责 就是宣讲福音 在短短两年间 目前正在神的 皇家军队 服务的 全部时间 全教士 都会 结束 他们的工作 回到自己的家乡 和 所爱的人 的身边 接替他们位置的 就是 本教会今晚 在座的各位 亚伦圣职的持有人 男青年 你们准备好 去响应这项召唤未呢 你们愿不愿意工作呢 你们准备好 去服务未呀 一项太来会长 这样的 去概述 服务的必要条件 他说 我们希望 前去传福音信息的人 是对神有信心的人 他们对自己的信仰有信心 且敬重圣职 是充满圣灵和神的能力的人 是可敬 正直 操守好 而充 纯洁的人 各位兄弟 我们每个人 奉命 要去分享基督的福音 只要我们的生活 符合神的标准 那些在我们周遭的人 就不会 概叹这样说 默秋而过 下令议员 我们还未得救 灵魂的完美牧人 救赎人类的那位传教士 给了我们神圣的保证 假如你们身勤终身 呼吁这人民悔改 即使只带领一个灵魂归向我 你们同他在我父的国度中的快乐 该是多么大雅 假如你们带领一个灵魂归向我 进入我父的国度 你们就那么快乐 那么如果你们带领很多灵魂归向我 你们的快乐将是多么大 我为祂所说的这些说话作见证 祂是神的儿子 祂也是我们的救属主 和我们的救主 我祈求我们在里行 分享福音的这项佳命的时候 都有勇气伸出友谊之手 而且下决心不断去尝试 并且谦卑寻求我们天父的帮助 各位兄弟 这项责任已经落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有责任这样去做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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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Hope of Israel, rise in might With the sword of truth and right Sound the Lord, cry, watch and pray Vanquish every foe today Strike for Zion, down with error Flash the sword above the foe Every stroke, disarms a moment Every step we come bring go Hope of Israel, rise in might With the sword of truth and right Sound the Lord, cry, watch and pray Vanquish every foe today Soon the battle will be over Every foe of truth be down Onward, onward, youth of Zion Fly before the victor's crown Hope of Israel, rise in might With the sword of truth and right Sound the Lord, cry, watch and pray Vanquish every foe today Sound the Lord, cry, watch and pray Sound the Lord, cry, watch and pray Vanquish every foe today To the Lord, cry, watch and p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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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ar Father in heaven Dear Father in heaven Dear Father in heaven And for thy Son And for thy Son And for thy Son May we express this In the name of thy Son Even Jesus Christ May we pray May we pray See how Leto funne Jesu Godem in heaven See fun Jesu Godem in heaven Amen Amen